直擊邊境難明朝 自俄羅斯徽賓烏克蘭後 至今已累積170萬人出逃 老肉婦孺冒著零下低溫 徒步往鄰國避難 每天都在上演 生理死別 無二戰火燒到餐桌上 全球原物料價格飆升 小麥漲到14年新高 玉米也在一個月內貴了17% 不要以為無二衝突距離遙遠 最直接的影響就是你我的荷包 最貴的時候會在1000左右 可是自從疫情的時候開始 差不多就漲了在50% 所以在1600左右差不多 然後現在戰爭爆發 又再漲了30% 無二焦灼可能變成持久戰嗎 更多深度分析 請鎖定近新聞調查報告 您好 歡迎加入近新聞調查報告 我是廖方潔 過去最大規模的難民潮 是陷入11年內戰的敘利亞 總共有570萬人流離失所 而這一次俄羅斯徽兵烏克蘭之後 造成立即大量的難民出逃 根據聯合國難民署最新的統計指出 因為戰火而逃往國外的烏克蘭難民 在今天已經突破200萬人了 其中波蘭邊境防衛隊表示 從上個月以來 一共有近百萬的烏克蘭民眾湧入 但是不是只有他們而已 全球包括你我 也有可能因此成為經濟難民 因為通膨巨瘦 誰也逃不掉 包括航運貨運取消的關係 在台灣進口的魚貨 平均漲幅大概三成了 而只要戰爭不停 全球的糧食產業鏈勢必要再受重創 而台灣被俄羅斯列為不友善的國家 又會有什麼影響呢 還有今天是三八婦女節 我們也要帶您一起體驗溫柔的力量 首先先來關心難民問題 除了近百萬烏克蘭民眾進入波蘭之外 還有匈牙利18萬 斯洛伐克有12萬人 摩爾多瓦8萬 羅馬尼亞也有8萬人 在羅馬尼亞服務超過30年的世界講望會 在第一時間立即展開了跨境的人道救援行動 我們也掌握了第一手現況 有350位的工作人員守在第一線 分送食物跟物資 台灣的世界展望會也隨時緊盯著團隊的救援進度 不過這一波難民潮不同於以往 是因為男性被禁止出境 大多數的家庭都被迫拆散了 我們看到出逃的都是老弱婦孺 這樣顛沛流離的過程 對孩童來說是無法磨滅的心理創傷 我們也獨家採訪到了目前 現在已經出逃到德國的烏克蘭心理師 就算自己是被迫離開家園的 他依舊每天用網路直播 陪伴在戰火下受創的孩子們度過難關 今天是來自成馬的 越三世媒體的 越來越南 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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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莎莎和莎莎 他們都在哭 我們好像逃脫 因為我們聽到爆炸 我住在巴默 但他們都在這裡 戰火威脅 烏克蘭人逃離家園 向鄰國奔逃的那名總數 已經來到170萬人 在邊境上 每一天都有數不盡的生離死別 今天怎麼感覺到在這裡 芬蘭斯蘭 我們有混濕的生離 很憤怒地生離我們家 我們家的家庭都非常心震驚 我們在哭了 我兒子在哭了 因為我們父親在這裡 他把我們搬到海外 我們要離開 據聯合國統計 已經有超過100萬烏克蘭人 抵達波蘭 匈牙利和斯洛伐克 分別有18萬和12萬人入境 再來就是位在西南邊的 摩爾多瓦和羅馬尼亞 各收容了約8萬難民 在羅馬尼亞服務超過30年的 世界展望會 也在第一時間 展開跨境人道救援行動 到處都能看到 父女帶著小孩拖著一個行李箱 就跨越邊境 現在羅馬尼亞市展會當地 已經召集350位工作人員 守在第一線 分送食物和物資 台灣市展會也隨時緊盯 團隊救援進度 我們這一次突破了邊境 我們反向回去 在烏克蘭南部 因為我們知道難民 涌塞在這個邊境 其實有很多人 就是那種 真的叫做飢寒交迫的 這種生病的狀況 我們在一個可以容納 目前為止已經 抵達一個可以容納600人的醫院 運送消毒劑 肥皂 床墊 這一波難民潮除了民生物資 協助安排難民居住據點 還有一個非常迫切的問題 女性的用品到嬰兒的用品 嬰兒的奶粉 你說為什麼 只有一支在提女性跟兒童 因為這一次整個在逃難的過程中 因為他們的18歲到60歲的男生 在開戰的第二天 國家就有明令不能再出境 所以我們會看到很多 這一次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 是以前可能是一個家庭 整個的移動跟離散 它至少是一個完整的家的概念 那個支持系統是在 這一次很多就是老弱婦孺 在這樣的一個天寒地洞中 我相信不是錢多錢少 每一塊錢 其實都是支持這些難民跟孩子 可以走下去 我覺得是有盼望的一件事情 從志工手上接過的食物 就是生存的希望 國家回不去了 家也破碎了 孩子在一路顛沛中目睹暴力衝突 身心受到嚴重衝擊 甚至得了失語症 五歲到六歲的孩子 應該是一個正常可以跟大人對團 但是在我們局背心 展望會的同仁關懷之下 他是沒有辦法對話 孩子心理的傷難以平復 烏克蘭的心理諮商師 在離境前還持續在協助接應 烏克蘭的同胞 埃瑞娜離開烏克蘭後 經過波蘭暫時安頓在德國 他每一天堅持直播來引導無助的母親們 安撫孩子 無情戰火下 引爆二次大戰以來 歐洲發展最快的難民危機 何時才是盡頭 沒人能給出答案 近新聞林乃倦 陳廷峰採訪報導 俄羅斯的態度依舊很強硬 為了反擊各國制裁 還公布了一份不友善國家跟地區的名單 其中列出了台灣 不過在標注台灣的時候 後面還加注了一個中國 這反倒讓中國的網友很疑惑了 說如果俄羅斯發動對這些地方的反制裁 那不就等於波及到中國領土了 那中國外交部要不要也站出來抗議呢 這當然是中國網友的網路玩笑 但台灣政府的態度是什麼呢 先來聽行政院長蘇貞昌怎麼說 台灣是個國家其實全世界都知道 台灣確確實實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台灣是一個堅守民主自由重視人權的國家 我們制裁俄羅斯 他有反應那是很平常的 雖然說俄羅斯有反應很平常 但我們必須要來關心這個問題 因為台灣還是有人受到具體的衝擊了 雖然根據經濟部的統計 去年呢台灣對俄出口是13.18億美元 進口是50億美元 雙邊的貿易額呢63.06億 其實只佔了台灣總貿易額的0.76% 比重低於1% 對台灣的出口影響是有限的 但是我們訪問到了專門代理台灣的 消費性電子出口到俄羅斯的業者 他說可能會有數千萬台幣的貨款 在短時間內無法入賬 而且因為這份名單上的國家 如果跟俄羅斯有債務關係的話 俄羅斯的債務人可以用盧布來還債 但問題是現在盧布的匯率一天數變 而且貶值非常的快速 台灣廠商根本沒有保障 還有另外台灣從俄羅斯進口的 大部分是原物料 像去年就從俄羅斯進口了煤炭 佔台灣燃料煤進口的總額將近兩成 所以勢必也會受到影響 這支甜筒冰淇淋 號稱是俄羅斯總統普京最愛 還被當成出訪的外交禮物 西伯利亞松子來自極品雪松 含油量高達7成 這些原汁原味的俄羅斯商品 在台灣也買得到 但現在台灣被俄羅斯列為不友善國家 讓業者很擔心 三十幾年苦心經營的業務 會化為烏有 我將來要進貨 可能線就斷了 他有講說 以後這個不友善國家 你出口都要經過他們國會的 一個什麼國際委員會來批准 怎麼批准我也不清楚 進口商擔心無以為繼 出口商也很頭痛 專門代理台灣消費性電子出口 到俄羅斯的業者 可能會有數千萬台幣的貨款 短時間內無法入帳 現在俄羅斯客戶一直在找方法 去避免這些制裁 或者解決這些問題 把錢付出過來台灣 但是目前還沒有找到一個答案 所以萬一他們這些客戶 找不到路可以走 我們只好申請這些保險的理賠 那這樣子的話 當然公司還是會出現一些損失 不滿西方國家制裁 俄羅斯展開反擊 發布了一份不友好國家名單 結果台灣也入列 成了限制往來戶 根據俄國政府公告 如果列表上的國家 與俄羅斯有債務關係 俄羅斯債務人可用盧布還債 另外當俄國企業 與不友善國家交易時 需經俄國聯邦批准 而且一律用盧布來支付 問題是盧布匯率一日豎變 且貶值快速 台灣廠商根本沒保障 再加上俄羅斯多家銀行被踢出 SWIP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 無法進行海外匯兌 就算經過第三地支付 也會增加交易成本 因為台灣的銀行 完全沒辦法受入部 所以現在變成台灣唯一的方法 就是說在俄羅斯當地的銀行 是一個台灣的公司的湖頭 那就讓俄羅斯客戶 從他的湖頭交易到這個 台灣的台灣客戶的湖頭 把這些錢又要拿回來台灣 就是完全不可能的人物了 根據經濟部統計 去年台灣對俄出口13.18億美金 進口50億美金 雙邊貿易額佔台灣總貿易額 0.76% 影響有限 不過台灣從俄羅斯進口多維原物料 例如煤炭 俄國就是台灣重要的煤炭來源 去年佔台灣燃料煤進口總額近兩成 一旦俄羅斯不准出口到台灣 或只准用蘆布交易 就會對國內產業造成衝擊 我賣給你大宗物資 你拿到這個原物料 你經過加工 你其實你的數額變成更大 所以其實我們依賴了俄羅斯的 應該會比較多了 台俄經貿影響首當其衝 果在俄羅斯經營的外交關係 也可能遭到斷線 我覺得關閉是不至於 日後的相關的業務推動 的確是一個必須要去思考的一個事情 比方說之後如果要去見一些 俄羅斯的外交部或其他部會的 比較高層的政要的時候 是不是會比較難見到 去年國慶我駐俄羅斯代表處 還邀請國會議員拍影片祝賀 代表處也時常邀請俄羅斯政要聚會 展現友好 但台灣被列為不友善國家 此情此景會不會成為絕響 它是一個很親中的國家 對台灣本來就很不友善 但是把台灣列為一個國家 雖然它是有一個括號 這個China的部分 但是也是非常的罕見 經俄羅斯認證 台灣與歐美日韓等國並列國家 但被貼上不友善標籤 掃到烏惡戰士颱風圍 經新聞張惠陳志宇 採訪報導 不過剛剛提到了包括俄羅斯的債務 債券的支付幣 別要從美元換為盧布 但是剛剛也提到盧布重別 而且換匯是需要時間的 國內受險業當中 投資二債最多的 其中九成都是投資債券 以星光金賬面的價值 294億是最多的 而國泰跟富邦的投資金額則 是以284億跟256億位居第二三名 銀行業者認為俄羅斯的債券 從美元改為由盧布支付 實際上的執行很困難 我們就來聽金融業跟專家的看法 未來你要轉換成原來的畢別 其實有相當的一個程度的時間 需要去做轉換或者是困難度 虧損的話 可能就要打消財帳 就在帳面上打消這個虧損 所以對這些企業來講 它就有損失 主要它還是帶了一點報復的心理在裡面 就是讓西方的這些金融機構 曉得你要對付我的話 不是那麼容易 歐爾戰爭邁入第13天了 美歐各國為了避免遭到國籍 都紛紛的把大使館從首都基辅 遷到了畫面上 您看到烏克蘭最西邊 這是比較鄰近波蘭的利維夫了 這裡距離波蘭的邊境只有80公里 不過現在呢 隨著烏克蘭中南部的赫爾松淪陷 戰火持續的向西蔓延 有一名住在台中的烏克蘭籍 台灣媳婦安娜就非常的擔心 因為她的父母就住在利維夫 因此她每天都用視訊 跟父母了解當地的情況 而目前呢 利維夫雖然還沒有遭到戰火波及 但是已經進入備戰狀態了 搭起了野戰醫院 野戰廚房 政府也放寬了民眾 擁有槍支的條件 所以有平民開始學習使用步槍 手榴彈 還有人也開始製作汽油彈 要防止俄軍進半 只是雖然做了很多準備 利維夫除了城市原有的70萬人口 目前也湧入了來自烏克蘭各城市 大約有20萬名的平民 所以當地市長喊話 希望各界趕快伸出援手 否則當地的醫療量能跟物資 恐怕很快就會耗盡 在地下停車場搭起一座座白色帳篷 烏克蘭大臣利維夫緊急蓋起野戰醫院 要收治病患 至於在地面上由民眾玩起袖子 熬煮大鍋菜 支援在前線奮戰的士兵 還有醫護人員 烏爾戰爭邁入持久戰 原先距離被約最近的利維夫 也不得不進入備戰狀態 就連日本政府也決定關閉 涉帶利維夫的臨時辦公室 一方俄軍突然進犯 有退役軍人把城市的電影院 當成講堂 親自教授使用步槍和手榴彈 讓抗俄行動不只是口號 還有這座木偶戲院 現在也成了孩子們的快樂天堂 因為院方不只熱心收容孩童 還出界遊戲和木偶玩具 化解孩子心中的恐懼 據烏克蘭境內最大的國家博物館 官方加緊腳步 把一件件18世紀的館藏 拆解後裝箱 避免炮火波及高達1.2萬件 珍貴歷史文物 利維夫城市總動員對抗俄軍 根據統計 目前已經湧入來自烏克蘭各地 約20萬平民 市長緊急呼籲 希望各界伸出援手 否則食物和醫療量能 恐怕很快就會好盡 經紀新聞理解將日行報導 不過不只是烏克蘭 也不只是被列為不友善的國家 受到這場戰火的影響 事實上全球 可能包括俄羅斯自己 都面臨了衝擊 光是看看我們的餐桌 就已經開始受到 因為戰火而引發的通膨了 其中黃小玉價格漲勢 殺不住 以小麥為例 烏克蘭的小麥出口 佔了全球出口量的高達13% 俄羅斯更佔了高達兩成 所以兩個國家合計起來 就包辦了全球 將近三分之一的小麥出口供應 所以上個星期 國際小麥的價格狂飆超過四成 創下了60年來最大的單州漲幅 黃豆跟玉米的價格 同樣都跟著上漲 所以在這個戰爭獲得控制之前 會飆到什麼程度 沒人有把握 而且烏克蘭禁止了部分的物資出口 不只是小麥跟玉米 還有肉類 雞蛋 食用鹽等等 再加上烏克蘭重要的出口港 馬里烏波爾 已經連續一個禮拜 被俄羅斯鎖定狂轟 沒有辦法進出口 當然也就重創了全球的糧食供應鏈 而以台灣來說 因為航運等等陸續取消了 結果從爭先到一般的海產店 都在哀嚎說鮭魚的供貨量不足 所以即日起要停賣鮭魚的生魚片了 還有像帝王蟹等等的海鮮也受到衝擊 其他的進口魚貨平均漲幅有三成 烏二戰火炎燒近兩個禮拜 戰爭還沒結束 但台灣物價已經直線飆漲 這是電禮景的兩隻嗎 對啊 因為現在量很少 所以真的很少很少 這一批賣完我們就不賣了 遠從俄羅斯進口的帝王蟹角 航運打結 光是進貨就得拖兩個月 買不到貨更不用說價格 哇 影響很大 因為我們原本 原本的往年的價錢差不多在一千左右 就是一千就算是貴了 就是最貴的時候會在一千左右 可是自從疫情的時候 開始差不多就漲了在五十趴 戰爭爆發 哇 又在漲二三十趴 所以大概一千八到一千九 應該會在兩千上下 噴槍大火炙燒 鮭魚表面油脂被燒得滋滋作響 不光帝王蟹 國人愛吃的鮭魚 因為航班減少 供應量也告急 尤其是鮭魚 鮭魚現在是你有錢 也不一定買得到 所以平均都上漲多少 鮭魚至少五十趴 一旦烏二戰線拉長 物價 能源價格都面臨不小壓力 加上烏克蘭 俄羅斯都是小麥生產大國 佔全球小麥交易30% 糧食通膨 短期內還看不到盡頭 如果說烏克蘭的這個糧食的生產跟出口 因為這一個地緣政治的衝突被阻斷的話 那其實所謂的供不應求的情況就會顯現出來 也就是說相關的價格也會因此而推升 烏克蘭重要出口港馬里烏波爾 連續一個禮拜遭俄羅斯鎖定狂轟 目標就是要切斷烏克蘭的進出口補給線 烏克蘭為了戰略儲備也直接宣布小麥 玉米和肉類等物資禁止出口 連食用鹽都在管制名單 在烏爾局勢持續升溫的狀況下 已經重創全球糧食供應鏈 根據國際指標的美國芝加哥商品交易所 美國小麥價格應聲大漲 從2月24日開戰前的價格 美普世爾8.6美元 到7號已經飆到13美元以上 短短10多天漲幅超過5成 美國黃豆期貨價格 畢竟美普世爾17美元 玉米價格則來到美普世爾7.7美元 開戰後漲幅約18% 台灣這一波的通貨膨脹 是屬於輸入性的通膨 也就是說進口的原物料 大眾物資價格持續的一個上揚 那現在看起來 俄羅斯的這種情況 會讓這些進口的這些原物料 等等的價格持續的上揚 所以說大概就是未來廠商 他把這個成本轉嫁給消費者 這樣的一個動機 渴望就是持續 地緣政治的衝突 連帶影響全球經濟 尤其糧食危機引發的通膨 恐怕還會加劇 近新聞新聞王玉勳採訪報導 中國兩會這幾天持續進行 中國全國人大台灣省代表團 提出兩岸第四通 是教育應該要融合 這是不是又是統戰呢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接下來是一分鐘看世界 要帶您關心 烏二戰火讓國際原油價格持續飆升 可是歐美國家還是不鬆口 到底要不要對俄羅斯石油寄出禁令 而俄羅斯就再放話了 如果各國禁止俄羅斯石油進口 將會對全球造成災難性的後果 原油價格也可能會繼續漲到 每筒300美元以上 而烏二呢進行的第三輪和談 俄羅斯重申了四大停火條件 包括了要求烏克蘭停止軍事行動 把中立地位納入憲法 承認克里尼亞是俄羅斯領土 以及烏東兩個分離區域的獨立 結果一個都沒有堪成 也就是說關於停戰 根本沒有任何的成果 而烏克蘭這裡呢 則是持續要求領土的完整 而俄國的入侵行動引發各國企業 紛紛宣布抵制 那麼有許多跨國企業都宣布要退出 或是暫停俄羅斯的業務了 包括Facebook Instagram Netflix TikTok 這些企業都有參與 而其中TikTok的母公司 是中國的字節跳動更宣布 要暫停在俄羅斯上傳新的內容 不過也有一些國際企業 像是可口可樂 麥當勞 畢盛克 肯德基 跟辛巴克 沒有跟進制裁 因為這些連鎖品牌在當地 都有特許經銷商了 也就是 是俄國本地的經營團隊在經營的 不過當全球嚴厲制裁俄羅斯的時候 中國反其道而行 根據中國海關總署的統計 今年的前兩個月 中俄的貿易額不減百升 甚至還創下了12年來的新高 達到了264億的美元 跟去年同期相比 暴增了38.5% 專家警告 俄羅斯經濟如果垮台了 衍生的傷害 中國恐怕首當其衝 不過在這個時候 中國還想要對台灣統戰 中國的兩會 這幾天持續進行 其中 中國全國人大 台灣省代表團的 舉行小組會議 審議了2022年的政府工作報告 人大代表張雄 就提出兩岸的第四通 認為兩岸的教育應該要融合 建議中國的官方 擴大台灣學生的招生名額 以及終生到台灣的學習人數 不過對於這樣子的第四通 藍綠立委都有疑慮 而陸委會更說 中國的第四通 只是對台統戰的政治操作 共同努力實現我們中華民族 有偉大的中國夢 兩岸同胞 中國夢 在頒統戰伎倆 中國全國人大 台灣省代表張雄 大談兩岸同一 提出第四通 教育融合 讓每一位在大陸 生活 工作 學習的台灣同胞 特別台灣青年 能夠實實在在的得到實惠 鎖定台灣青年 中國人大代表高喊 擴大台灣學生招生名額 拉攏台灣教師附中工作 以及中國學生來台學習人數 深化兩岸教育融合 文化上面的統戰 對於台灣民眾來講 大家已經把它當成是生活上面的一個日常 對於一般年輕人來說 根本沒有吸引力 由他提出來 在這個場合提出來 合不合適 我相信各界會有評論 但是我們是支持兩岸 有更多的 尤其教育文化 有更多的交流 就連國民黨立委都有疑慮 陸委會痛批中國 第四通 指示政治操作 對台進行交流促統 中國一方面搬出文化統戰 另一方面 卻又不斷恫嚇台灣 台灣問題 同烏克蘭問題 有著本質區別 兩者沒有任何可比性 最根本的不同在於 台灣是中國領土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中一台葬送台灣未來嗎 陸委會反批中國 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 不管再多交流 再多統戰說法 當中國不斷打壓台灣 兩岸民心只會越來越遠 繼續為了 郭彥廷參謀道 另一個國際焦點 關注的是南韓總統大選 進入倒數季時 意外掀起了性別對立 有性別之戰的味道 而另外一個關鍵的話題 就是南韓的房市了 我們先來看房價的問題 根據統計 五年前首爾一戶公寓 平均要價是台幣1538萬左右 但是到了現在2022年 已經到了將近台幣3000萬了 這房價的漲幅呢 足足翻倍達到了19年來的新高 房價所得比更是一口氣超越了 紐約 東京還有新加坡 這讓南韓的年輕世代倍感壓力 所以兩大候選人 李在明跟尹錫悅現在都紛紛喊出了 在上任之後要擴大住房供應 也讓房市議題成為了 這一屆大選的主舞台 那麼次舞台是什麼呢 這一場被稱為史上 最不受歡迎的總統大選 其實充斥了許多的醜聞 還有候選人居然為了 爭奪年輕男性的選票 掀起了燕女運動 這是呼聲最高的國民力量 黨候選人尹錫悅 她居然還提議廢除女性家庭部 也讓這次的選舉掀起了南韓的性別之戰 南韓總統大選由提前投票拉開序幕 不難發現今年年輕族群成為各大候選人爭取關鍵 不只執政黨 共同民主黨李在明走在流行端 宣布接受加密貨幣政治獻金 並以NFT作為捐款收據 在一黨國民力量總統候選人尹錫悅 也為了吸引年輕族群 卯足全力 主打反女權主義 吸引不少年輕男性支持 甚至提議廢除 為了保護女性以及性暴力受害者 成立的女性家庭部 美其名倡導性別平等 卻是政治和歧視未十足 而候選人中唯一女性正義黨沈湘丁 站出來提出相反政界 認為應該強化女性家庭部 四度參選總統的沈湘丁 呼籲翻轉腐敗兩黨政治 更用行動力挺女性和統治族群 候選人為爭奪選票 極力分跨年輕男女立場 讓今年選舉意外陷入性別之戰 而這現象恐怕和二十多歲 燕女青年有關 女生不做的情感 最近有很多 女生不做的情感 女生不做的情感 很羨慕 根據韓國日報民調顯示 南韓二十到二十九歲男性中 由近八成民眾認為自己是性別歧視的受害者 尤其在工作機會燒的情況下 年輕一被男性認為女性搶走了他們的工作 再加上總統文在寅曾推出一系列女性政策 近幾年各地更展開的MeToo運動 讓部分南韓青年認為女權運動太激進 開始掀起燕女風潮 兩性之爭成為大選這論焦點 就連候選人妻子也是攻擊目標 李在明和尹錫悦的妻子 醜聞連環報 讓陣營互相廝殺 奉練風波和性別爭議超得火熱 惡選票不惜煽動分歧對立 也讓今年南韓總統大選 蒙上最不受歡迎選舉罵名 近新聞高宇婷帶有人報導 不過同樣是女性議題 您可能很難想像 經濟弱勢的女性是負擔不起生理用品的 所謂的月經貧窮會造成哪些問題呢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今天是國際婦女節 昨天我們帶您探訪了 地線下的女力不過是南台灣的 所以今天我們要繼續來看北台灣的故事 還有一個話題是月經貧窮 月經是絕大多數生理女性都會有的生理現象 每個月都會需要生理用品 那麼這一筆費用對一般家庭來說不成困擾 但卻是很多弱勢家庭的負擔 他們甚至可能必須要犧牲一頓飯 才能夠買得起生理用品 所以為了終結這樣子的月經貧窮 民間團體包含了婦女救援基金會 小紅帽都會來發放免費的生理用品 其中這個非營利組織小紅帽的創辦人 是年僅23歲的林薇 您或許對她還有點印象 她就是之前錄製影片 槓上了市衛秘書長譚德賽的那位女孩 那為什麼她會想要努力改善這個現象 她說是因為她在求學階段的時候就受月經所苦惱 後來到了國外擔任志工的時候 又發現國外的女性因為月經貧窮衍生了不少問題 所以回到台灣之後她就創立了小紅帽 而除了小紅帽 新北市新店高中也有兩位 關心女性議題的高三學生 在一次公民的作業當中 找了民進黨婦女部的主任許家田 討論的就是同一題月經貧窮 所以許家田就找了一些縣市 來討論可行的改善方式 也促成了台南市的登月計劃 轉動星座盤看你看6月21日 和12月21日晚上9時的星空 都能看到完整的北斗七星嗎 一字一句念著課本上的文字 小女孩今年11歲也是青春期即將報到的年紀 但面對初經即將來潮 她的媽媽開始焦慮 因為衛生棉對她們來說是奢侈品 有困難的人能夠上網的都知道找真無色短 排隊有時候排不到 不行就去買產店的 因為產店的便宜 不然就是人家藥局過期的尿布去撿來用 媽媽自己用嗎 對 因為尿布比較大片 雖然她容易側漏 但是人窮的時候有什麼選擇 沒有選擇 只能夠將就著用 這樣的生活 方媽媽已經過了6年 6年前她生下小兒子後 罹患了心血管疾病 還有網狀清斑 經常突然間暈倒 或者全身上下不滿 突起的青色血管 美貌不在 愛她的先生 離家出走 不聞不問 連鄰居 雇主都擔心她有傳染病 沒有人願意聘請她 求職處處碰壁 她只能靠著贈物社團的善心過生活 但家裡這一代又一代 一箱又一箱的愛心物資 從來沒有看過衛生棉 排隊排不到 然後那時候我錢又用完 對 因為那時候我身體出狀況 然後這一個下巴斷掉 因為過動嘛 對 又就醫 然後我媽那時候也就醫 一時間全錢 身上的錢全部花完了 可是剛好遇到來了 我就先拿就衣服墊著 然後問 很不要臉的就問衛生棉公司說 你們有沒有過期剩下的可以便宜賣我 你也許很難想像 在台灣只要幾個銅板 就能買到的衛生棉 真的有人買不起 這樣的情況被稱為月經貧窮 而方媽媽的故事也絕非個案 常年在第一線幫助女性朋友的公益團體 就都曾經碰到個案 因為月經貧窮 從造成生理 心理都受創 只用衛生棉的時候 就是會一片可能會用到整天 因為如果用到整天的話 或是半天的話 其實會容易感染 這個後來是去醫院的時候才知道 那這個是我們服務對象的孩子發生的 那後來才發現說他女兒為了省錢 為了不讓家人有負擔 所以就是衛生棉都要用比較久一點 我們曾經聽過個案就告訴我們說 都必須要看著媽媽 然後沒有辦法吃飯 然後就為了把那筆錢省下來 就一兩天不能吃飯 就為了把錢省下來 給他跟他的姐妹去購買生理用品 我們也有聽過很多個案跟我們說 他會待在馬桶的時間很長 想說讓驚鞋就這樣滴在馬桶裡 所以他可能就每個上課都去廁所 這可能就不去上學 他在家裡 正因為月經貧窮 不單單只是買不起衛生棉 這麼簡單 還會影響健康甚至影響社交 於是23歲的林薇和她的夥伴 成立了非營利組織小紅帽 希望可以改善國內的月經貧窮 他們向民眾募資購買衛生棉 在一包一包裝進牛皮紙袋貼上貼紙 經過一整天的分裝 這些物資包就會交給宅配公司 再分送到全台15個縣市 需要幫助的女性手中 光是今年5月到7月 三級警戒期間 卻有超過220位青少女獲得幫助 還有超過800份的防疫物資包 提供給20歲以上的成年女性 讓她們不必在每個月 因為衛生免而煩惱 這個工作室說大不大 這一天的物資包發送 也只有六個人負責包裝 人數其實不多 但她們卻幫助了上百位女性 也告訴我們 月經貧窮確實在台灣發生 而改善月經貧窮的企圖 其實來自林薇的生活經驗 從青春期開始她飽受驚動困擾 對於月經議題相當關注 2016年時她成為國際志工到非洲服務 更開啟她和月經貧窮的緣分 我記得那個時候在非洲 在婦產科服務的時候 其實我看到非常非常多的婦女 她們一來的時候 是因故就是想起感染的情況 那這時候你會很好奇的 想要知道說 它是什麼樣子的原因造成了 這麼多的婦女都有類似感染的情形 然後是因為當地的水資源的 一些處理的不良 或者是設施不足還是什麼 那你就發現除了這些之外 其實還有一個是當地的婦女 並沒有足夠的生理用品可以使用 所以她們長期可能都是用布 甚至有些是用黏土等等 就是泥土等等來去做使用的 非洲經驗讓林薇立志成為無國界醫生 後來也到蘇格蘭愛丁堡大學 攻讀傳染病學 正巧2020年蘇格蘭議會立法通過 讓所有女性都可以到指定的公家機關 領取免費的生理用品 這項措施是全球首例 林薇也因為在蘇格蘭念書 得以實地觀察蘇格蘭的改革過程 去年她回到台灣後就創立了小紅帽 開始發送衛生棉 給10到18歲需要幫助的青少女 包含初經剛來潮 然後在教學階段的這些青少女 她們其實是受到月經貧窮影響最嚴重 而且也最無助的那一群人 因為她們一方面又要面對每天要去上學 二方面她們又不是自己 可以取得經濟來源的這群人 那陪伴的項目包含教育服務 包含健康照護的知識觀念的一些建構 然後也包含社工的增能 住人工作者的增能 然後也包含物資的提供 其實不只小紅帽 新店高中有兩位學生 以月經貧窮為題的公民作業 拜訪了民進黨婦女部主任徐家田 這場會面成為美麗的意外 我自己本來就比較有關心女性這方面的議題 自己有這樣的能力可以讓這個議題 讓被更多人看見的話就是覺得 我願意去做這樣的一個研究 在她的訪談之後 我有打了電話給台南市政府 提供她一些我們整理的相關的 國際可以用的政策工具 稅收台南市政府很難做 因為她是中央的 她是中央的立法 但是我說你們可以提供 免費的女性生理用品 台南市政府接到徐家田的電話後 立即展開行動 2021年8月份就宣布推動登月計劃 結合民間企業提供免費的生理用品 給弱勢和偏鄉女性 總計有2100人能因此獲得幫助 台南市部分政府單位的公社 也會放置衛生棉給來洽工的女性使用 徐家田也透露 最近也有不少縣市的民意代表 看到台南市的例子後 都主動來詢問自己是否也能做些什麼 畢竟過去月經貧窮曾經是個 不好開口的困擾 但沒有說出口不代表沒有發生 現在我們也能主動關懷 讓台灣受到月經貧窮困擾的人 也能被社會接觸 金新聞代價儀蘇宏傑採訪報導 近十年有越來越多的優秀女性 投入了看不見的下水道工程 也讓原本生硬的工作 而注入了一股穩定而柔軟的力量 近新聞實際走訪了 新北市政府的水利局 看見這些學姐們用耐心跟同理心 與民眾溝通 調查了解淹水的成因 擬定後續的改善方案 用專業提升縣市防洪的效能 不過要進入下水道的首要條件 就是要不怕蟑螂 蜘蛛跟老鼠 小心喔 來 一步一步踏入七米深的下水道 難以形容的水溝氣味扑鼻而來 有製作的話表示我這個設施 其實裡面氧氣含量是很OK的 而且也比較乾淨 在新北雨水下水道任職政工程司的 游惠林 近距離觀察這些小生物的動靜 在局限空間作業以缺氧氣體中毒 火災爆炸三種危害比例最高 在進入下水道之前 都得先進行通風換氣作業 再帶著氧氣偵測儀遁地 如果缺氧 人會不自知而昏迷窒息 儀器的提醒成了報命器 蜘蛛的話應該是這個 設施狀況其實還不錯 就是氧氣還蠻OK的 然後也有碰過蛇 然後比較乾淨的也有碰過青蛙 就是小青蛙在裡面挑的 其實我這輩子最怕的生物是 蟑螂跟老鼠 我其實非常恐懼這個事情 進入工作的那個狀態之後 就必須要考慮到的不是只有自己 就是你要考慮到其實工作人員 我們要下去之前 他們已經做了非常多的作業了 那不可能因為我說我很害怕 所以對不起我們今天這個地方 我們選錯我們不要選這類 我們走別的地方 所以就是必須還是要讓自己 去完成這件事情 我其實跟我們同事說過一個笑話 就是說我們下去下水道啊 我們是去人家家 所以我們要帶著恭敬的心 安安靜靜的把我們蓋看看完 那我們就趕快離開 但要是看到下水道堵塞 只能跟這些生物說 抱歉打擾了 為確保雨水下水道空間暢通 廢棄物 淤沙 毀損都要改善清除 是因為游惠林知道風雨無情 在水利局的工作是防洪的第一線 我們有的時候在坐在辦公室來看那個雨量的強度 一小時下了30 一小時下了60 一小時下了80 到底是什麼感覺 其實你在現場 你才知道原來是這樣 就是其實你是真的是 可能出去到外面 真的是身手不見五指的狀況 要去確認激恩水點的這個過程 就是其實也是有一種 老天爺也給我們的震撼了 後來就是經歷了這個大雨的之後 事後我們也去做了現場的調查 然後流向啊 或者是說它的水路的情形的調查 然後去做了一些間水改善 改善了之後的幾年 有幾場大雨去驗證它 也發現說真的有效 所以其實那個成就感就會出來 就是說其實你的所學 真的是可以應用的 下學道工程是無聲卻重要的 成果驗收也不像地面工程一目了然 尤其當挖館作業影響門前道路時 大家都不是那麼歡迎 此時女性柔軟細心的人格特質 就成了最好的調和劑 有時候民眾也許會站在自己的立場 去想工程 來說啊你這個不要做啦 或怎麼做啊 或者是我這個工程不要做 我在我這邊啊 或者工程呢 這個可能要怎麼做 會去做一些意見嘛 但女生進來之後 往往在協調上面 她那個緩衝 男生去跟人家講話 跟女生出去講話就不一樣 所以在處理事情上面 往往這個看起來 似乎要火爆的那種狀況 欸 女生進去之後 那個好像會把它降溫 可能有一些民眾 會有一點這樣的意思 比如說你這麼年輕的小女生 你怎麼會知道要怎麼幫我們處理 類似像這樣子啦 但是就是說 有一些情緒化的話 我們就是讓她過去 反正你就是做給他們看 對 我們就是做我們該做的事 由慧玲默默在人們看不見的 下水道當起忍者歸 守護市民 面出淹水之苦 十多年的職涯 也為女性在地下工程業的地位 負重前行 我其實是覺得就是不要因為你的性別 而去影響你對工作的選擇 而是由你的喜好 或者是說你真的想要的事情 去決定你想要做什麼樣的工作 因為這才是能夠讓你一直持續 做下去的動力跟原因 靜新聞 岳嘉妮林德希採訪報導 台電今日連連出包 造成了全台各地大停電 因此台電董事長楊威甫 總經理鐘秉立提出請辭 台電今天也舉辦了 謝新任董事長總經理的交接典禮 由經濟部政務次長曾文生 擔任代理董事長 新任總經理則為王耀廷 不過尷尬的是 303全台大停電之後 到昨天為止 南台灣包括了高雄鳳山 岡山 還有台南永康等地區 還是陸續傳出了停電消息 台南永康甚至已經是 六天內停五次電了 這樣子的接連停電 台電表示有一些是潰陷故障 另外還有電纜接頭烈化的問題 台電回應說一定會加強巡艦 氣候暖化對地球造成威脅 為了減少對地球的傷害 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其實農民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像是新北市平林正在進行一場 藍雀茶革命 茶農們用有機或者友善農法 保護了在下游的翡翠水庫 而在苗栗根南投 則是靠著無毒耕種 提供了食虎健康的食物和棲地 更多詳細的內容都會在2100 進新聞調查報告農人救地球